最新消息来关心金门机场上午传出有旅客疑似误触了火警的警报铃 结果造成西区大厅里面六道大型的防火铁卷门突然整个关闭 有上百位这个民众正在立荣航空前面准备办理报道及补位 但是呢他们当场反应不及结果通通被关在铁卷门的另一外一侧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也引起了现场不小的骚动 还好这起铁卷门的关闭意外 在15分钟之后由现场的工作人员用手动的方式解除了